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既然国家 他是通过 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国家 到现代国家的转变 那么这样一个转变的形式是什么 转变的形式是什么 马克思就认为 他说这个政治国家呢 在德国来说 他实际上是什么 是君主制的国家 君主制的国家 现代国家是什么 是民主制的国家 所以这样马克思就说 实际上这个国家的演变形式 就是由君主制进到这个民主制的国家 所以他考察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要说明民主制和它的本质问题 也就是说既然现代国家是民主制的国家 那么这个民主制的国家有什么特点 那么在这个特点上呢 马克思提出了三个规定性 就是对民主制提出了三个规定性 他一个规定性呢 他说民主制是以人民为主体的 他说民主制是要以人民为主体 人民是国家意志的个体性 人民是国家意志的个体性 那么他也是啊 这个国家制度的原则 就是说你这个整个国家 它的基础 它的基础应该是人民 应该是人民 所以国家意志的个体化是什么呢 就是说国家的意志呢 你所先体现的应该是人民的意志 而不是君主的意志 它的一个个人的意志是什么 是君主的意志 是吧 君主的意志 所以他研究这个黑格尔的这个法则学的时候 黑格尔法则学在最高的 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这个王权 王权位于最高的 这个王权是什么呢 是个人 国王 是国王 所以讲到这个 就是说这样的国家啦 它的这个个体性 它的个体性 它的最高统治就是国王 那么他说在民主制的社会里面呢 它的个体性 它的最高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统治 作为一个这个 最高的这样一个基础的 他认为应该是人民 应该是人民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 也就是说对民主制的一个基本规定 第二个呢 他强调 他说民主制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也就是普遍和特殊 形式的内容和物质的原则的统一 原则的统一 他说在这个君主制的国家里面 只有形式没有内容 只有形式没有内容 就是说他没有市民社会的 他只有国家 他只有国家 没有市民社会 那么在这个民主制的国家里面呢 他不仅有形式 就是说不仅你要有国家的这样一个形式 有国家的形式 而且呢 你要有国家的现实 国家的现实 那么这个现实 它的内容是什么 也就是说 也就是它的物质的东西是什么 它就是市民社会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在君主制的国家里面呢 是没有市民社会的 而在现代社会里面呢 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 国家和市民社会统一 那么这样呢 他就把市民社会啊 放到一个国家的一个主体上的地位 主体的地位 第三个呢 他强调 他说民主制的产生 是现代社会形成的产物 现代社会形成的产物 那么也就是说 所谓现代国家 也就是现代社会 马克思说的现代社会 就是资本主义社会 因为市民社会的兴起 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 资本主义的兴起 和市民社会 它是相联系的 是一致的 所以它也是市民社会的兴起 所以马克思就说 这个在现代社会呢 它在国家的组织形式上 国家的组织形式上呢 它是对君主制的否定 对君主制的否定 就是说它应该有这样一个民主 有一个普选 有一个普选在里面 而不是由某一个人来决定这个国家的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在国家的物质内容方面呢 它是要依赖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 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 马克思认为 这样一个民主制啊 只有依靠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 那么才是可能的 为什么呢 市民社会的发展 它使能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有了真正的自由 才有民主 它才能会什么 表达自己的意志 如果一个人 他没有真正的自由 他是不能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志的 所以而这样一个自由意志的表达 能获得自由 也就是说他作为民主制的一个前提和条件 他必须要依靠市民社会的发展 没有 也就是说市民社会是和民主制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没有民主制 我们可以想一想 如果一个人 他没有从国家里面分裂出来 没有分裂出来 他不是个人 不是社会人 不是私人 他怎么能表达自己的意志 他怎么能表达自己的意志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马克思就强调 他的整个能活得这个自由 这个民主制的可能 都要依赖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 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 而这一切呢 就体现了现代国家的本质 现代国家本质 所以我们判断就说 这个国家 它是不是现代国家 是不是现代国家 它具有 是不是一个民主制 那么它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基本判断 这个前提什么 就是它的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 它的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 这一个呢 就是强调市民社会 对于民主建设的 这样一个意义 这样一个意义 这是马克思啊 对这个 从这个国家批判 也就是说 政治批判里面呢 提出来的一个基本观点 提出来基本观点 强调这个国家 和市民社会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特别在这个历史的 这样一个研究当中啊 可以看到马克思 怎么样通过历史学 通过这个研究 法国大革命 来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这个结论呢 不是从黑格尔哲学里面 推导出来的 而是通过现实的 历史研究当中啊 得出的结论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就是说马克思在 进行了政治批判以后 还有宗教批判 这个我们讲了 就是说在当时呢 这个哲学的批判 政治批判和宗教的批判呢 它是一起的 马克思从哲学的批判呢 就这个最开始是哲学批判啊 自我意识问题 然后呢进到了直接的政治批判 那么在政治批判呢 它进到了这个宗教批判 就是说为什么 当时一定要开展宗教批判 当时一定要开展宗教批判 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 德国还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还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基督教是德国的国家的意识形态 是国家的意识形态 所以你要批判国家 你首先要批判宗教 首先要批判宗教 你如果不批判宗教的话 你是没办法完成对国家的批判 同样的呢 你要把国家的政治批判 当做自己的内容 要把国家的政治批判 当做自己的内容 在马克思那样呢 这个对宗教的批判 和对政治的批判一样 都是围绕着人的自由 人的解放问题展开的 解放问题展开的 所以我们说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啊 它是和人的解放啊 连在一起 也就是说 它是从人本学的这样一个角度 在当时啊 从人本学的这样一个角度啊 来研究宗教的问题 对研究宗教的问题 我们说从对宗教的研究 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来研究啊 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 我可以读它的这个圣经啊 读它的圣经 就是读它的经典 这种一种经典的解释的方法 一种解释学的方法 就就它的经典进行解释 这是对它本身的这样一个研究 那么还有呢 对宗教还可以做人类学的研究 那么还可以做这个 其他的历史学的研究 它各种各样的研究 那么我们讲 马克思讲宗教批判和人的解放呢 是强调马克思是从人类学的角度 来解读这样一个宗教问题 解读宗教问题 那么在这个宗教问题的这个研究上面呢 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就是说马克思做的两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个呢 马克思把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 就是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 人的解放和这个和人的解放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和人的解放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来 就是为什么会提出宗教解放 就是马克思为什么会提出来 就是要把宗教批判 政治批判和人的解放啊 这之间的关系要做一个探讨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呢 鲍威尔啊 首先提出来一个观点 当时呢 这个鲍威尔呢 讲这个宗教解放的时候 主要讲犹太人的解放 犹太人解放 因为这个基督教国家啊 它是排斥犹太教的 是吧 排斥犹太教 所以犹太人在这样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呢 它是没有地位的 没有地位的 所以这样的犹太人的一个解放问题 就涉及到对基督教国家的一个批判问题 国家的批判问题 所以当时呢 这个鲍威尔就认为 他说这个犹太人的解放啊 必须通过一个政治解放而实现 那么他说的政治解放就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和基督教的分裂 就是你要使这个犹太人解放出来呀 你首先要把国家和基督教分裂开来 分裂开来 国家是国家 宗教是宗教 那么你又 你这个国家和宗教分裂了以后 那就什么状况呢 我这个国家里面 我可以允许不同的信仰出现 你基督教也可以出现 那么你犹太教也可以出现 所以这样呢 他说由于这样一个分裂 国家不再是基督教的国家 那么这个犹太人就从这样一个 就是说就从国家里面就解放出来了 犹太人就解放了 犹太人解放了 那么这个就提出来什么呢 就是说人的解放啊 他的政治解放 就是从国家 就是政治国家里面呢 把他解放出来 解放出来 那么马克思呢 实际上就是说 犹太人的解放 从这个国家里面 从基督教的国家里面解放出来 那么这一层呢 马克思是同意的 但是马克思认为 鲍尔这个问题说的是不彻底的 这个是不彻底的 为什么说不彻底的呢 就是说马克思就认为啊 你这个宗教批判和 这个就是说 这个政治批判 就是说人的这个政治解放 这个对国家的这样一个批判啊 它是有限度的 它是有一个历史限度的 那么这个历史限度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只谈到了 我这个犹太人啊 从政治国家里面解放出来 就是说从国家里面解放 就是说基督教的国家解放出来 但是并不意味着它能从宗教里面解放出来 是吧 你国家 你基督教 你这个国家从政治里面解放出来了 但是呢 我能还在宗教的舒服里面 还在宗教的压迫里面 那么我没有 并没有啊 从宗教的这样一个里面解放出来 那么这就提出来一个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如果说 他就跟他就说 如果鲍尔仅仅把人的解放放在 就是说犹太人的解放放在这样一个政治的层面上 那么呢 这个宗教能不能完成它政治解放以后 还不能完成它宗教解放 所以这个人啊 他是还是不彻底的解放 还是不彻底的解放 那么这就提出来一个问题 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的关系问题 什么是政治批判 什么是宗教批判 或者说 这个宗教的这样一个政治解放 和这个宗教的解放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人就说 是不是把它区分出去 就说马克思在这个批判鲍尔当中 实际上就把它区分开来了 区分开来了 这样呢就提出来一个问题 宗教和国家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马克思说啊 宗教和国家的关系是政治关系 所以你讲的政治解放呢 讲的是国家和宗教的关系 或者说宗教和国家的关系 宗教和国家的关系 或者国家和宗教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一个层面上呢 它所发生的 由于国家和宗教的这样一个结合 所以呢 能在国家当中发生异化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呢 人所表现的异化是一种政治的异化 是一种政治的异化 但是呢 马克思认为如果在政治消除以后 就说如果基督教国家没有了 那么宗教和这个 它是一种什么关系 那么在这个层面上呢 它是宗教是和市民社会结合 宗教啊 和市民社会的结合 宗教从国家领域 分裂出来了 基督教 我们说基督教 宗教从国家领域分裂出来 分裂出来 它就转到了哪儿呢 转到了市民社会 我作为 我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我没有了 我作为个人信仰 还是有的 是吧 还是有 那么进一步探讨 这个 后来马克思探讨 市民社会的宗教问题 你们可以看一看 我们在这儿讲一下 后来到政治经学里面 怎么解决的 到资本认里面 就强调了商品拜无教 就说作为市民社会当中 作为人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宗教是如何可能的 它是从哪儿产生出来的 马克思说 刚好是从商品经济里面 产生出来的 产生出来的 所以他就进一步到 这个政治学里面 去探讨这个根源 但是在当时呢 马克思啊 已经看到了 就说宗教啊 当他脱离了国家 就是和国家分立以后 他就会进入市民社会 进入市民社会 所以中的国家的 犹太人对国家的解放 就是说他从人的政治异化里面 产生出来 他还会产生人的社会异化 产生人的社会异化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马克思在这里面看到什么 在这一层关系里面 它涉及到一个什么 人的社会解放的问题 如果说政治解放 涉及到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那么社会解放 涉及到一个什么 市民社会的问题 是吧 市民社会的问题 那么这样呢 马克思啊 就把这个 也就是说呢 在这样一个 市民社会的层面上 他所体现的人呢 是一种社会的人 是一种社会的人 而他所体现的异化呢 是人对非人的关系 人对自然的 这样一个异化关系 异化关系 由于这样两重关系 所以呢 就引起了人的双重的异化 双重的异化 就是说一个呢 而这样一个双重的异化呢 就引起了宗教批判的两重性 宗教批判的两重性 一重呢 是宗教的政治批判 一重是宗教的政治批判 那么这个批判所实现的呢 是人的政治解放 政治批判啊 实现的是人的政治解放 人的政治解放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是由德国的情况决定的 也就是说 人对这个基督教国家 也就是说 德国是基督教国家 也就是说 是封建君主制的国家 所以在这个地方说 或者说是政治国家 所以在这儿呢 宗教进入国家 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而国家呢 必须要借助于宗教才能充实自己 所以对宗教的政治批判呢 实际上 讲的人的政治解放是什么 把人从封建的政治国家的 异化状态解放出来 所以为什么说 马上说这个政治解放是有限度的 你讲的具体的政治国家的一个解放 只是说你从封建的这样一个国家里面解放出来 从封建的国家里面解放出来 所以他只是完成了什么 能和国家的一个分裂 能和国家的一个分裂 或者宗教和国家的这样一个分裂 这样一个分裂 所以这样一种解放呢 称之为能的政治解放 那么还有一种批判呢 就是宗教的社会批判 宗教的社会批判 宗教的社会批判呢 它的实现是能得社会解放 是能得社会解放 那么这一个解放呢 它是由市民社会的性质决定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社会的解放啊 它是由市民社会的性质决定的 我们说市民社会 它是现代国家的内容 是吧 这个我们一讲了 那么作为现代国家的内容 它是指的什么呢 是私有制的国家 是私有制的国家内容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这个那也就是说 它是私有制的最高形式 它是和整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私有制 它是连在一起的 连在一起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 市民社会当中 宗教不是国家的意识形态 它不是国家的意识形态 但是呢 它成了私人的信仰 它不是国家的信仰 而是我私人的信仰 这就意味着了 宗教的信仰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宗教的信仰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而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而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所以呢 那对宗教的社会批判呢 就是把人从对非能的和自然的 不可控制的异化当中解放出来 所谓社会的问题 它讲的是什么 能和非能的 就是它和自然的关系是什么样 而不是说能和政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能和政治关系是什么样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马克思就把这个两重 就是宗教的信仰 宗教信仰 它实际上是包含两重性 他说这个鲍尔的问题在什么 你只说到了宗教的政治这个层面 就是说对于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关系 它不是成为意识形态 但是不成为意识形态 它还可以成为私人的信仰 那么这样一个私人信仰是什么 它还受到宗教的这样一个压迫 在心灵上 在现实当中 它受到这样一个摧残 那么这样一个摧残是什么 它是和整个商品经济和私有是相关的 所以对市民社会的这样一个批判 也就是说人的社会解放的完成 宗教解放完成 它是要什么 消灭私有制为前提 消灭私有制为前提 你讲的政治解放 从这个基督教的国家到现代国家 也就是说到资本主义国家 它还是一个私有制 所以它还是一个私有制 所以你完成了这个 对宗教的这个政治批判以后 你还是没有办法去推翻私有制 你不推翻私有制 那么宗教是存在的 宗教是存在的 而且呢 它人的社会解放啊 它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 它不可能是达到一种真实现的 不可能使人从宗教里面完全的超脱出来 超脱出来 所以马克思那儿 在马克思看来啊 他说这个宗教的解放 和这个国家的解放 以及和这个人的社会解放啊 它是一个啊 就是说一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它是不同层面的问题 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呢 马克思说 虽然有这个政治批判和宗教批判 宗教批判 也就是说宗教的政治批判和宗教的社会批判 有两重性 但是这两重批判呢 它不是并列的 不是并列的 而是发生在人类历史的两个不同的时期 或者说 它们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下 这个政治国家的批判呢 它是发生在资本主义 对封建主义的批判阶段 所以它是在前 就是说是资本主义 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批判 对封建社会的一个批判 所以它的目标呢 是消灭封建的国家 消灭封建的国家 这是一个阶段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 它说这个就是 也就是它的社会批判 宗教的社会批判呢 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 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 它的目标呢 是消灭私有制 消灭私有制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它是对现代社会本身的批判 现代社会本身的批判 这样呢 它就从政治批判 进到了社会批判 政治批判 也就是说 从古代国家 前资本主义国家 政治国家 进到了现代国家的念旧 现代国家念旧 这样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 马克思认为 他说社会 宗教的社会批判 是比政治批判 更彻底的批判 而人的解放呢 也只有在社会的解放上面呢 才是一个更彻底的解放 更彻底的解放 完成人的政治解放呢 它只是第一步 是人的解放的第一步 只有完成了这样一个社会解放 它才是一个彻底的解放 彻底的解放 而这样一个解放呢 只有市民社会的批判 只有人对人的解放啊 才是可能的 才是可能的 所以呢 这样马克思啊 就从对这个宗教的 这样一个批判当中 进到了这个 对人的社会解放的一个研究 总工 噠